周某先落网 判了无期 周某海是当时就判了死刑 已经抢决了 虽然周志海最终被判处死刑 周文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团伙中另外两名成员 吴飞及吴东华却一直在逃 熊水印说 在儿子熊年华被杀害的两年后 儿媳便改嫁了他人 留下两个年幼的孩子 由他们老两口抚养 日子过得很是艰难 儿子被害 犯罪嫌疑人却逍遥法外 对于熊水印来说 这十五年的时间 无疑是巨大的煎熬 我们身体中小 我家里去的还用 我杀到 家里还没杀到 我总小身体小 把这样的人杀到 我们身体快一点 是吧 这个案子 不管是当年的侦察员 还是我们行政大队 这么多年以来 一批又一批 一搏又一搏的民警 领导 都是心里面恩赐 性质之恶劣 手段之残忍 所以 每次亲往 集中寻找逃犯的时候 吴抹华 吴猛 都是重重之重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 请不吝点赞好